小龙女无法生育 黄山女又是谁的后人 郭向心知肚明 为了打造一部别具一格的神雕侠侣 金庸让笔下的小龙女和杨过聚少离多 但为了给读者们带来强烈的视觉震撼 在神雕的开篇 小龙女就被欧阳峰点中了穴位 无法动弹 起而被全真教的影制品夺走了真结 小龙女起初以为是杨过所为 还因为无悔和杨过分道杨镳 开启了聚少离多的孽缘模式 小龙女的悲剧远不仅于此 她动了真情引发走火入魔 随后被绝情谷的公孙侄所救 原文是这么写的 公孙侄救了小龙女之后 将她安置在自己宅中半月有余 凭着家传灵药 小龙女半月之后这才行转 注意金庸的用词 小龙女居然在公孙侄的宅里昏迷了半个多月 在小龙女昏迷期间 她又没有被公孙侄染指 尽管金庸并未详细阐述 但以公孙侄的风流往事来看 小龙女凶多吉少 的确 在面对小龙女如此绝色佳人的时候 全真教的修正道士 尹志平尚且暗纳不住 更何况是色中恶鬼公孙侄了 逃出绝情谷之后 小龙女又在古墓被割服的冰破 银针射中 体内剧毒深入古葬六府 十六年后 杨过在绝情谷的崖底 和小龙女久别重逢 此刻读者们才知道 小龙女凭借谷底的寒谭以及白鱼 这才压制了体内剧毒 综上来看 小龙女似乎无法生育 可别以为笔者无中生有 你看古墓派的寒玉床 玉女心惊 寒谭剧毒 不是极寒就是极毒 诗问多年处在这种环境之下 小龙女如何怀上胎儿 也正一味如此 在经历了尹志平 公孙侄这两个男人之后 小龙女自始至终都没有怀孕 有意思的是 在百年之后的倚天时代 却赫然出现了一位阳故的传人 倚天主角张无忌 练成了诸多神功 可他做事托泥带水 紧要关头 黄山女飘然而至 他在少林寺 使出九营真经里的武功 击败了周志若 还将五目遗书和九营真经 交到了张无忌的手中 临走之时 黄山女说了一句话 让读者们印象深刻 黄山女到中南山下 活死人物 神雕侠侣 绝技江湖 黄山女脸色苍白 显然是生活在古墓多年 加之黄山女信阳 读者们自然而然地会认定 黄山女就是阳故的后人 不过前面提到 小龙女大概率无法生育 黄山女又是阳过河水的后人 看到这里 很多读者会说了 黄山女极有可能是阳过和郭府 或者是阳过和成音的后人 原来黄山女每次登场亮相之时 都会传来秦霄合奏之声 另外八名侍女 也会依仗阵法分别站立 黄山女的秦霄合奏之声 像极了黄耀师精通音律的风格 而八名侍女的阵法 也极有可能是黄耀师留下来的五行八卦 不过还有一种解读之法非常有趣 即黄山女的先祖另有其人 郭湘心知肚明 郭湘为了再见阳过一面 不惜也由山碗水为由拜别了父母 同而踏避了千山万水追寻阳过的踪迹 原文是这么写的 郭湘场自思念 于是禀明父母 说要出来由山碗水 料想他夫妇当在中南山古墓隐居 便竟往古墓求见 墓中出来两名侍女 说道阳过夫妇出外违归 招待郭湘在古墓中住了三天等候 但阳过夫妇未说名归戏 郭湘便又出来随意行走 他自别而难又从东至西 几乎踏遍了大半个中原 始终没听到有人说起 神雕大侠阳过的禁讯 以小龙女清心寡愈的性格来看 他不太可能会为了自己招揽侍女 仅有可能的是 南宋末年战火纷飞 无数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随着蒙古人的铁蹄 不断踏进中原残害平民 以至于许多婴孩流离之所 丧夫丧母 阳龙二人健壮之下救了几名女人 女人长大之后跟着杨过 小龙女修炼武功 成了古墓派的侍女 这些侍女不知道自己原有的姓名 索性跟着杨过姓了杨 而黄山女就是古墓侍女的后代 而黄山女的风格 像极了桃花岛一脉也很好解释 多半是承英思念杨过 也寻尽了古墓 她和郭湘一样都没有找到杨过 也发现了几名侍女 听闻侍女是杨过收留的女童 承英索性将一身所学轻挡相受 最后代代相传 传到了黄山女这里